还有马来文你要进步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 我跟你们说的是语法 为什么我需要你们去学这一个基础 这一个语法 因为我觉得你们要进步马来文 你们能够拿分最多最多的是做文 马来文做文 如果是在我的KBSM这一个Cinnibus的话 它总共做文的那一份考卷 它是有130分 然后它会有两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Bahagian A 它会给你一张图片 然后它会给你三个论点 让你去延伸写成一篇作文 第二部分呢是Bahagian B 它会给你五个题目 作文题目你选一题来去作答 去写作文 那这个Bahagian A它是有30分 然后Bahagian B的话 那一篇作文它会有100分 就是像这样子Bahagian B它是30分 它会给你一个这样子的图片 然后它会给你三个论点 这三个哈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里 这里它会有100分 它会给你五个题目 然后你选一题去作答 那我跟大家说马来文你想要进步 想拿高分 你最主要去攻的东西一定是作文 OK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作文拿高分 首先你的语法一定要搞好 为什么你要搞好语法 你去看这一支视频 OK 这支视频我跟你们说 为什么你们可以去听一下我的见解 因为作文啊 你看它是有130分 然后这一边 这一个Bahagian A是有30分 那我自己的马来文的话 通常这个30分 我是可以拿到一半以上的 就是15分以上 然后20分以下这样子 然后这个100的话 Bahagian B这里100分 我是可以拿到70多分 如果你们想要看我的分考 就是92分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我小红书的这一篇 然后这一篇是我认证考试 不是SPM啊 但是平常考试的时候 老师帮我改 然后给的分数 那我跟问大家说 为什么我的作文 我觉得我的分数算比较低的 因为说实话 我有去问过老师 分数要怎么样提高啦 老师是说 我的语法不是很好 就是我的语法 它说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奇怪这样子啦 我的国文的那个语法 说实话 我在小学是没有打好基础的 我的英文和国文 马来文啊 的语法是没有打好基础的 所以 所以我到中学的时候 老师也没有去跟你去扣你的语法了 OK 有让老师平常还是会 会给我们做些关于语法的练习 但是 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专注 去专注主攻 你没有真的去研究这个语法的话 你是很难弄好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你们说 我要你们去把语法打好 我现在语法是不好的 我去写能够这样子的分数啦 但是如果语法好的话 我就能够拿到可能 Bagian A30分 我可能可以拿到20多分 然后这里的话 我可能可以拿到80多分的那种语法 这个我现在说马来文分数可能还好啦 但是如果你们去看我这支视频的那个英文作文 你们就可以看到真的是差别蛮大 因为我学的那个语法 OK 那我就跟你们说作文的攻略 首先作文攻略跟你们说的一定要语法高好 再来呢 就是这个Bagian A 这个Bagian A 是没有办法去预测它的题目的 就是老师会出很多预测题 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它会到底会出哪一个方面的 所以这个的话你是需要去多读一些作文的 OK 这个真的是需要你去多读一些作文 但是说实话它的那个论点啊 那个内容都差不多的 你只需要转一下脑子罢了 OK 然后接下来呢 再跟你们说Bagian B Bagian B有五题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有去研究 你们老师有跟你们说的话 它是有一个小小的隐藏点的东西 它是有一个规律性 好 那大家因为我的视频不小心被我删掉了 所以我就在这里再录一下给你们听 那如果是在我们KBSM的City Plus Bagian B的作文的话 它一共会有五题 然后第一题 它考的范围是关于Diamond CDG 就是关于个人 然后还有学校的 然后第二题呢 它会考关于Kolaga的 就是家人啊 家庭这样子的 然后第三呢 它就会考关于社会大众 还有国家 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 然后呢 第四题 它就会考关于国际这样子的 国际时事啊 新闻啊 或者某一个区域的 然后最后一题 第五题呢 它会考关于Sastera的 就是文学 马来文文学 通常呢 它都会考关于Pribasa的 你就是要根据这个Pribasa去写一篇作文 又或者它会给你一段 一个小段落 这个段落可以是关于 Novella小说散文诗歌那些都可以 然后你就要根据它给你的这一个段落 去写一篇作文这样子 那由于我是KBSM的你们KSSM 我不知道嗯 一不一样啦 所以我帮你们找了一些资料 那我之前推荐过的YouTube老师呢 也就是这一位 杰主任的国文课堂 这一位杰主任老师 他又拍了一支关于Format Garangan的视频 那封面会放在后面后面 那老师给的这一个资料呢 它是说会有四题 然后会有四个范围 OK ドマイン 就也可以你说是领域 OK 那第一题呢 它会出关于Pribody 就是个人的 第二题呢 就是阿湾 公共 第三个就是Perditekan 教育 第四个呢 Kerjaya 事业 那Bagian A 我刚刚跟你们说了 是无法预测它的题目的 但是你可以从老师给的这些题目范围里面 去学一下你的作文哦 就是你平常学作文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些范围里面去找你要读的题目这样子 然后这是老师这支视频的封面你们可以去听一下老师的讲解哦 然后这个题目的第一题呢它是考关于internet的 然后第四个呢它是考关于Negara 就是国家 第五个它通常都是考 嗯 就是它给你一个小小的saja 一个小小的诗啊 还是一个段落 让你根据这个段落去写 也有可能给你一个 宴语 一句宴语去写出一篇作文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规律在的啊 我在这支影片也是有跟你们说一下 什么是规律性 考试范围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你们可以去装功某一方面 像我每次去装功的话就是装功议论文 因为我出的这支影片是关于作文论点的 这个作文论点它是可以去套用进每一个作文题目的 所以我每一篇作文每一次考试我都是用这个 所以我的分数来来去去就是这样子 就是都是固定的 我不会 我不会上去很高 但是也不会下去很低 你们先去看我这支影片 然后你再去看我这个贴子 就可以知道我是平常是怎么样用这个作文点 是怎么样套用的OK 然后这一天作文呢我比较特出的地方就是 我有去加那种名人比较有威望的人说的话 还有就是我有加了很多谚语成语这样 所以我的分数会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语法达好的话还可以更高 我再给你们总结一下吧 首先我要进步 第一个语法达好 OK 第二个作文 第三个语法达好 OK 剩下的如沐沙那些是你要去学的呢 现在那些你们就自己去学了 其实是因为一种砑是要去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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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